花蓮市立幼儿园小班入学抽签 8号上午在靖峰生活园区 以线上直播的方式举行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现场不开放民众管理 家长们也都不能出席 在抽签仪式的部分 则由国风里里长黄秀玲 及幼儿园园长曾凡杰负责代抽 而市长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关心今年的抽签情形 因为今年的疫情 真的变化了非常的快速 造成我们原本很多既定的工作 都必须改以线上 或是改以其他方式来做相关的作业 那今年报名的有超过的名额 那有61位要抽31个孩子 那所以将近五成的一个抽签的一个几率 那我们今天也是请了 我们相关的政风主任里长 跟我们相关的园长爸爸 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抽签方式 也用直播的方式来给所有的民众能够了解到 也给关心的家长可以看到抽签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都是以公平公开的方式来做相关的抽签 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未来在求学路上 都能够非常顺利跟圆满 那疫情有很多的变化 也希望每一个乡亲都能够尽全力的来配合相关的一个防疫政策跟措施 华联市立幼儿园110学年新生招生名额共90名 扣除掉符合条件优先入学的59人 一般生开放名额只剩下31位 而这次报名的一般生总共有61名 大概只有一半的录取几率 政院长也感谢所有家长 乡亲对幼儿园的支持与喜爱 如果想知道抽签结果 除了可以到华联市公所脸书查询 也可以致电到幼儿园 而幼儿园同时也会将录取名单 张贴在大门作为公告 记者 徐立琴 华联市报导